大家好 万万没想到 韭菜里倒入两勺面粉 这是我见过韭菜非常好吃的做法 既能当主食又可以当菜吃 四分钟就可以搞定 首先韭菜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 切成韭菜碎 切好装入碗中 再加入两勺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时候韭菜汁就会被面粉吸附了 这样就不会造成营养流失了 调味加盐 五香粉 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不知不觉 我已经发了几百道家常菜教程 还没能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 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你了 平底锅刷油 把韭菜糊倒入锅中 全程开小火慢煎 一面煎好后再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至金黄 就可以开吃了 韭菜这样做 不油不腻 特别的好吃 学会了快收藏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